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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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這幾天一直忙碌地穿梭於各個賽場之間 可能大家事實上可能沒有意識到 在這個樓裡面 在青凡法旋的樓裡面 有將近400人在同時的運轉 在這裡呢 這些人數來自於我們有40所參賽隊伍 我們的隊員有350多名 同時我們還有60名左右的領隊和指導老師 在我們參賽隊伍之外 我們還有10個觀摩的隊伍 來自10所高校 同時我們還有來自一個省份的 專門派過來的21位老師組成的觀摩團 也就是整場我們大概這三天在一起 我們可能有將近500人 一起在度過的這段非常難忘的時光 我們的志願者有將近200公司的志願者 他們也在和大家共同度過這個難忘的時光 應該說每一位同學都非常出色 但是我們必須要做出這樣艱難的選擇 來特別的鼓勵和表揚一部分同學 那下面呢我就要來向大家代表組委會 代表所有的評委 向大家宣布一下我們今天的這一次比賽的獲獎的名單 首先我們從優秀變手開始頒獎 一號隊 余義竹 二號隊 郝共良 三號隊 馬楚寧 四號隊 劉瑞傑 五號隊 李遜達 六號隊 李志勇 七號隊 朱師傑 八號隊 乾坤 九號隊 曾令豪 十號隊 李佳琦 十一號隊 夏國琛 十二號隊 金國琴 十三號隊 彭蒙 十四號隊 宋欽 十五號隊 王欽 十六號隊 張騰業 十七號隊 李柏傑 十八號隊 吳國芳 十九號隊 官亮亮 二十號隊 陳墨 二十一號隊 溫行劍 二十二號隊 汪玉傑 二十三號隊 魯宗哲 二十四號隊 高陽 二十五號隊 李瑞璇 二十六號隊 宅佳琦 二十七號隊 張若南 二十八號隊 劉瑋琦 二十九號隊 月弘君 三十號隊 沈平英 三十一號隊 中凱 三十二號隊 楊柳 三十三號隊 張靖 三十四號隊 林玉瑞 三十五號隊 徐海平 三十六號隊 胡成元 三十七號隊 段胡安兒 三十八號隊 潘平瑤 三十九號隊 李高文 四十號隊 劉宇文 祝賀所有的優秀隊長 我要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獲得這家書狀獎的這幾份書狀和它所代表的學校 這份起訴狀 書狀結構合理 層次清晰 隱瞞規範 事實分析清楚透徹 法律推理嚴謹深刻 論證較為周詳 隊員們能夠將學理和法律規定結合 並運用案件實時分析 近乎完美地讓我們展現了法律職業的專業精神 是一份極具專業性的書狀 要特別說明一下 這些評語都是來自於我們書狀評委的點評意見 因為他們會在打工的同時 會在評委意見裡面說出它對於這個書狀的評審意見 這一份書狀 來自十四號隊 中央財經大學 第二份 最佳起訴狀 文書觀點明晰 結構清晰 分析透色 論證全面 核心突出 支持充分 事實證據取捨得當 理論闡述詳略事宜 法律推理嚴謹深刻 譴詞造句簡潔精準 書狀體現了對員們扎實的理論知識 清晰的法律邏輯 精準的譴詞造句更體現了他們認真的精神 以及對公平 正義的信仰與追求 這份起訴狀來自三號隊 華南理工大學 最佳答辯狀 這份答辯狀 層次分明的結構 清晰入理的分析 隊員們將事實證據與法律規定完美結合 努力做到找出真實 變出清明 他們在這份書狀中成功地展示了 作為法律人深厚的大學功誼 和令人幸福的論證能力 這份書狀來自六號隊 極力 這份答辯狀 要點歸納準確 根系細緻 思路清晰 觀點鮮明 我們看到了隊員們對材料的詳盡蒐集與細時爭別 看到了不同觀點思想交流所碰撞出的火花 看到了法律人的演技與勤勉 他們的精彩演藝向我們解釋了理性與睿智 這份書狀來自二十三號隊 中南民主大學 再為有請這四所大學的代表上台理獎 我們有請理律文教基金會董事半角律師 為我們這家書狀的獲得學校頒獎 三天的比賽下來 不少選手在場上有非常精彩的表現 多場征戰 甚至同時作為原備高 給評委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給評委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大家可以看到 在圓桌研討我們所邀請的選手 都是在所有的賽場中間 都有代表原備高來參加比賽 我們根據選手各場的得分 經過評委和組委會的一致挑選 認為兩位同學將獲得最佳變收獎 這位同學 嚴謹客觀又激敏 自信從容 語速明快而充滿邏輯 他在本次比賽中 自信從容的代理隊伍走入了決賽 他在誠實和變國之間 完美地展現了變速的魅力 在宮殿應答之間 完整地詮釋了法律與正義的爭議 來自38號隊清華大學的 王敏達同學 還有一位同學 他代表隊伍出戰 出賽 複賽 半球賽 前後部參加了四場比賽 常常表現突出 在十二位評委的眼中 都是當之無愧的全場最高分 敏感地把握爭議問題 完美地詮釋交點理論 他用嚴密的論證彰顯過人才智 妙語連出 智地有聲 他用出色的發揮 向我們展現了法律人的功彩 用語言向我們揚會 公提正義的圖景 他是來自二十號隊伍 武漢大學的朱聚捷同學 我們下面有請 李力文教基金會的董事 李彥子律師 為這家電手頒獎 李力非和對辯論 對法律 對公平正義充滿熱情的在場 或是不在場的眾多法律人 充滿擠疑 一同成長 從一份份最佳組織獎的 申請材料中間 我們看到李力的經驗 和文化的傳承 在法律實踐中 在法學教育中 奮鬥 創新 競爭 合作 都有李力的精神前賽 尤其值得強調的是 一個因李力杯的賽事 而凝聚在一起的 各所高校所形成的團隊 我們互相勉勵 他們從選手選拔 到舞蹈培訓 從模擬賽事 到現場參與 事務巨系 為每一屆李力杯的成功舉辦 都貢獻了精力與經驗 在本屆的各個參賽隊中 有兩所學校表現突出 他們詳細地向我們介紹了 他們從五月份開始到校內 從校內的層層選拔 李力杯的參賽隊員 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事件 以及他們走向 賽場 在這裡 承載著兩位賽隊 對李力賽事的支持和熱愛 也承載著對所有同學的 期待和鼓勵 經過作業隊的評審 獲得本屆李力杯最佳組織獎的 學校是 三十五號位 寧波大學 二十四號位 上海交通大學 請兩所社長給下上台領獎 我們有請李力文化資金會 李永芬執行長 為最佳組織獎獲得選項頒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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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力力的選項 李力力的比賽賽制 是四十進八 八起四 四進二 二進一 那下面 我也很榮幸地向大家 來介紹一下 獲得了前八強的學校 他們是五號隊 鄭州大學 八號隊 文明大學 十一號隊 明夏大學 二十號隊 柳漢大學 二十一號隊 西南民主大學 二十九號隊 東國政法大學 三十四號隊 北京大學 三十八號隊 清華大學 所以請對八所學校的代表上台領獎 我們下面要請我們的題委代表 海澱區檢察院公訴醫處處長 吳志強老師 在這裡我們要再特別宣布一下 季軍 也就是在前八強經過淘汰賽 我們又產生了前四強 前四強 我們季軍獲得者 是五號隊 鄭州大學 二十號隊 武漢大學 除我們的題委代表 再為這兩組織小班發獎 下面我們邀請 李綠杯組委會主任 王晨光老師 為獲得 第十三屆李綠杯 全國高校模擬法廳比賽的 亞軍隊伍 頒發獎杯 請獲得者 二十九號 中國政法大學 上台領獎 祝賀二十九號 中國政法大學 下面我們有請 陳長文先生 為獲得本屆 李綠杯冠軍的賽隊頒發獎杯 請獲得者 三十八號隊 清華大學 上台領獎 祝賀獲獎 祝賀獎 獲得獎獎 獎獎獎 美則 Wizards 下面我們就請 李綠文教基金會的 李永芬執勤長 為李綠東liga奮獎獎 頒發證書 並致賀 我們有請李執ctions 李綠東大學 我們 李綠東大學 為李綠東高級金為香港 台灣勝出獎獎� tuition 就是给曾经得过冠军的男队 他就为他的学校领域的赠奖学金 每个年都有 那这次奖学金是一万人的平地 我们目前因为一次得奖的学主 学校是有成复的 所以目前是由一个学校 得到这个领域奖学金 那今年我很高兴 也增加了一个先前没有很多班军的学校 就是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得了这个奖学金以后 每年也得到一个奖学金 他们设这个奖学金就比较 希望各位在预备的表现这么优异 把你的努力把你的荣誉传承下去 代表学校代表给你的学力学内 那么我们在台湾的话 有一个叫做台北大学 他就会学长代的学弟妹继续练习 所以台北大学他就也残联了六七届的冠军 那我想他不是 他真的不是矫情的 他是一个传承 那我们也希望 参加过一堆的同学 不管你有没有得奖 你能够把这个比赛 和这种同意传承下去 在你的学校里面 因为这个练习 作为王晴隆老师刚才所讲的 他不是在服务得奖的 他真的是在服务那个练习的过程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 就是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 我们不只是在台上练习的同学 在的同学他们在传承 事实上清华大学 在主办这个活动上面 那个整成我觉得是 非常令人敬佩的 从第一年 就是2013年 陈光老师承诺来办这个活动 除了每一年把赛路 做得非常非常好 以外 那么我觉得 带领大家的是一种非常为人设想 为人服务的一个心情 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清华大学 不管是哪一位老师 或者是我们工作的一位 可以诚心诚意地在这一段时间 把所有的手拥持能够放下来为大家的服务 所以我希望所有在场的人能够表示一次表谢 谢谢 这个服务呢 不但是这个服务 就是说是全心全意去做 而且 清华大学的赛队 每一年都是最惨的一队 因为学校都回避了指导 所以同学去找指导老师 可能到处都找不到 就要靠自己 但是我要告诉清华的同学 你们这是最好的条件 因为没有人的辅导力 所以你们成长的是最脏实的一线 所以所有现在觉得很异的条件 都是最优异的条件 我希望你们特别觉得骄傲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練習当中 有曾经感受过 不管是挫折也好 或者觉得有自己不适合很理想的地方 那些地方 我希望同学们也都把它当作 是特别的一个莫安心 特别的一个机会 那这样子 然后碰到类似的问题 或者在触发的其他的学习的 这个敏感的时候 这些都会为你自己加更多分 那我们在这边再谢谢清华大学 我现在来吧 今年我们得到这个 容易奖学金的学校 宣布一下 南汉大学的王玉同学 南京大学赵茜 山东大学是栗小燕同学 中国政法大学是郑玉峰 祝贺会两个同学 也感谢李执行长 那到现在呢 我们激动人心的颁奖典礼 到此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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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